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这个机会我们要来进行统计实务演习 把这个课程 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专攻大数据分析的研究与应用 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大数据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具备统计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知识 所以等一下我一刚开始我就稍微告诉你这件事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很关心 所以我们只会着重在统计分析的这个部分 但是以色谣他用的统计工具其实也很有限 所以我只能用比如说枢纽分析 然后告诉你如何去做一些你们应该必须知道的知识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之前在去这样电脑公司总公司的专业讲师 但是我只有教授新竹以北的公家机关 因为我是属于北区的讲师 比较少去就是新竹以南 前天后大概写了50多本的电脑书籍 然后抛去了就是电脑的相关证照大概有30多张 国内的国际的包含程式设计影像网页动画 有像资料库很多很多证照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我在就是10年前 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再把自己的层次提升 所以我要跑去国立阳明大学攻读我的学位 希望够对于把我的资讯专才与生物专家医生结合 然后对人类的疾病能够有更进步的认识 写书也没人看 我就把这些教学影片做成一段一段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 所以也变成一个网红也就是YouTuber 然后每个月Google公司又给我钱 所以你到网路上可以找到 找到很多我的教学的影片 范例讲义的话 我会开放给我们这个班的人可以去索取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上网来去下载 那个我希望你可以一边跟着我来操作 然后学得更好 那我的WeChat Line全部都告诉你 我只希望能够交 跟我有互动关系的学生 所以希望你们未来以后提问问题 你稍微讲一下 这来自于 比如说海中市政府 然后接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大概就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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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离开 这去年轻的时间 你是正在宜狱慢